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啦 我自己有點長 背景是我在今年五月結束國標社的幹部之後卸任 你是國標社的社員 我是團長 社長 你們叫團長 然後後來結束之後我就決定我就好好休息 就是完全遠離跳舞 然後就一直休息到最近 然後剛好有個機會是舞蹈教室的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透過老師的關係打一句話問我說 要不要一起跳舞這樣就一起搭 然後後來我就想一想就想說 好我還是很喜歡跳舞我就回去 然後昨天是我們第一次上課 然後老師就拍了一支舞序給我們 然後就是因為就很害羞 因為兩個人第一次見面 然後老師兩個就來猛的直接來那種 就是要把頭貼在他就是胸膛上的那種動作 然後我們兩個就坐不來 因為他也不好意思用我 然後我也不好意思談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那邊 然後老師後來受不了就等於把我的頭就這樣 不要跟老師貼上去 貼上去 貼上去 對不對 因為老師 就國標老師都會比較那種誇張一點這樣 然後我就 蛤 就是為了表現線條 然後後來就 就想說還是很便扭 然後老師就說 你可以不要一直露出那種便扭的感覺嗎 然後後來就想說好 好既然我要回來我就要跳好我一定要做好 然後我就想說管他了我就豁出去了 然後就 就後來就試過之後就有成功 然後老師也說就很好看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就是 感覺我值得 因為就是你有跨出那一步的感覺 然後後來就一直練習 就是從 上課上三點半 然後就一直練練練練到六點半 然後就 然後就 那時候就覺得好開心喔 然後可是一坐下來就覺得 天啊也太累了吧 然後腳整個都就 就蹦這樣大腫 然後因為那五鞋會繃得很緊 然後又是高跟鞋 然後後來脫掉的時候就無法走路 就 休息了還蠻久 然後才回學校 然後回去學校之後 我朋友就打電話給我說 說他心情很不好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今天晚上去陪你好了 然後 我又行李說一說 我就去住他家 然後他在那個 他家在公館 就很遠 我才從中校讀化上文課回來 然後 他在 排到成品打工 然後我就去成品看書等他 然後就聊天聊天聊天 然後 然後後來就是 他那時候十二點多下班 然後他說他今天忘記騎車出來 那我就說好吧算了 那我們就坐公車 可是 就是從公館那邊沒有公車 直接到他家 他家 住大平臨捷運站那邊 要先坐公車到 景美捷運站 然後他同事 就是一個一個 帶我們回家 然後我們就想說 應該還有公車吧 然後 因為那時候很累 我們就這樣慢慢慢慢 呃 這裡是台大公館 然後這裡是台大的大門 然後這裡是捷運站 大家都知道 坐公車不是要在馬路中間嗎 然後我們那時候 就走出公 那個成品 然後就看看 欸還有公車嗎 他說不知道 我說好累喔 我吃水泡好痛喔 什麼 然後他說 欸有車有車有車 然後我說 在哪在哪 然後他說要跑嗎 我說要跑嗎 然後我轉頭看到他已經開始跑了 然後我說 欸你怎麼這樣 然後我們就一直跑 一直跑來跑 然後就一直衝 我說垃圾嗎 然後他就一直邊跑邊喊說 垃圾垃圾 還可以還可以 還有還有幾秒 然後我說我腳好痛喔 我想欸我對我 你今天去跳舞 然後他說不管啊 我說欸什麼 然後就一直這樣 一路聊天衝衝衝衝 然後喊 因為那時候深夜已經沒有車 然後我們就很大膽的就直接橫越那個馬路 然後跨過那個 中間那個安全島 什麼的 然後就直接到公車內 然後就真的就追上 就在後面一直揮手 然後就跑到那 他就看一下公車旁邊說 欸這個沒有到我家 然後我說 你幹嘛這樣 你幹嘛這樣 我太久 我太久沒看到 因為他就騎車 然後我說 啊好好好 那怎麼辦 他說欸旁邊旁邊 在那邊 那邊有一台 就是他不是停中間 他是停旁邊 然後我們又趕快快速過馬路 然後就公車還為我們停下來喔 然後開門 他說欸這裡沒有 然後就一直跟公車自己說 對不起 沒有要做 然後司機就很不爽 就開走 然後後來就說怎麼辦 那只好又回到中間 然後又等一次紅燈 然後回到中間 然後就開始等了快十五分鐘 然後他就一直說 怎麼辦 我同事一直在等欸 這樣他會等很久 他肚子很餓 因為他好像沒有吃完餐 我說喔是喔 不然再等一下好了 還是要坐計程車啊 再看看好了 他就一直重複 重複了大概還蠻久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他感覺在暗示我 然後我就轉頭說 走啊我們坐計程車吧 然後我就坐計程車 然後我想說 然後坐計程車之後 我們就一起講說 那剛剛跑不是位了 然後就沉默 一直沉默到那個 景美夜市 然後我們就一起吃了宵夜 然後回他家 洗完澡 然後馬上想說 好我今天是陪他聊天的 然後我想說好我今天坐著睡著 因為我以前都會聊一聊 聊沒幾句我就自己先睡著 然後聊聊聊就聊到他 應該可以講 就聊到他男朋友的事情 就是他男朋友是一個 就是不會主動關心的人 因為是那種運動員 然後他最近他遇到的難題是 他的畢業論文可能沒有辦法過 因為他 譬如說今天是 我是他 然後我們兩個一組 然後就在我們就是很開心的 在準備畢業論文的時候 然後他朋友就突然說 欸我要延畢耶 我沒有辦法給你一組 然後就剩他一個人 然後他就想說好吧 那就自己做 可是他那時候剩不到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他就一直趕快弄弄弄弄弄到最近 他說他真的覺得他快不行 他覺得他繃得很緊 他很累 就他好幾天都沒有睡好覺 然後後來他去 就是要 給那個他指導老師簽名的時候 然後因為可能是傳播學院的關係 他們老師講話就很直 我就說 欸你這數據根本不夠啊 這什麼可信度不高啊 你東西在幹嘛 資料真的很少 他就說老師這東西 我已經很盡力了 然後他這禮拜六號發表論文 然後老師又要簽名的時候 我就說 我真的不想幫你簽名 什麼的 就是好像覺得說 我是你的指導老師很丟臉這樣 然後他那時候覺得好難過 我已經好幾天沒有睡好覺 然後他就跟我說 老師你可以不要這樣講話嗎 然後他又說 欸真的不懂 你這樣怎麼可能會過什麼的 然後簽完才說 那就看禮拜六那些評審委員 就是看要不要放過你啊這樣 然後他就想說 老師你怎麼這樣講 他那時候已經快哭了 他想說我不能在你面前掉眼淚 然後他就一 然後就把那個東西拿走 然後一轉身就一直大哭 然後就打給我們 所以我今天才會 昨天才會去陪他 然後就陪他聊啊 然後他又講說 因為他男朋友不能陪他 他男朋友去嘉義比那個 敲步球的比賽 然後就講到他男朋友的事情 就是他男朋友 就是他一打電話 跟他講說 教授講了什麼什麼話 然後他男朋友 就很 他男朋友是很理性的 這次的失敗 並不代表你 以後就會失敗 他就傻眼 因為我剛剛用理性的 他說 而且這次的失敗 並不代表 你在我心中 就是一個失敗的人啊 對不對 然後他就這樣 喔 好 那我先去上班啊 沒關係 然後他就掛了 然後他掛了就一直哭 然後就打給我說 我要的只是一句說 你還好嗎 之類 反正昨天他就一直講說 他是不是不夠喜歡我 我們就一直討論這類的問題 就大概這樣 好 好 比 呃 他就是我們 這 他昨天發生 可以就是 分成就是 去練國標嘛 然後還有 就是 找他朋友 聊天 然後 呃 追公車 對 然後 呃 把那個 存而不論的 就是 覺得 就是他朋友 那個論文 會不會過啊 就是 先把它歸在那邊 然後還有 他朋友的男朋友 是不是 不夠喜歡他 這個我沒有 沒有辦法討論 就先 存而不論 然後 呃 只相信 就是我們覺得 就是他想要 呃 好好認真的 去練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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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因為我覺得 就是 老闆娘對我還蠻好的 然後後來 我就想到一個 好 如果到時候他不放我年假 我就說 你這樣不行 我要回家過年 然後我就趁機把死 對 所以有預謀 對 好 所以他是 預謀 我們覺得也是指向性的 就是想要指 這樣子 對 然後他那個 對於 那個 他打工的地方 有沒有放年假 這個問題 就是 就是屬於 存和不論的部分 還沒有到嘛 對 對不對 不曉得那個狀況嘛 對 可是他有一個期望嘛 有一個intention嘛 嗯 然後還有他那個 他朋友 對於 他想要他男朋友跟他講說 你還好嗎 真是指向性的 然後 他的故事其實 有很多是在 描述 描述吧 對 所以喜歡他 不是行動 就是他 說他昨天怎麼樣 怎麼樣 然後包括 那個追公車的經過 就是都是描述 他的描述 裡面有沒有判斷 有 比如說 比如說 他覺得那個工作司機 很不爽的人都開走了 第一個 判斷 第二個有沒有判斷 有幾個判斷 在他描寫的過程裡面 描述的過程裡面 有多少判斷 還有 覺得他那個 朋友男朋友 不夠喜歡他嗎 有判斷 還有沒有 還有 沒有 老師講話很直 還有 還有呢 你們聽到的有沒有 哪些是 有判斷的 去陪朋友 去陪朋友 他決定他要去陪朋友 這個句子就是判斷句嘛 對不對 還有沒有 到國標去跳舞 決定跳舞 對不對 要不要追公車 還有沒有 要不要追公車 還有沒有 要不要 要不要搭計程車 有的事嘛 還有沒有 要不要把車靠他手靠 這個好像有點嚴重 然後呢 還有沒有 要睡覺還是要聊天 我不能睡覺 我不能睡覺是一個訣刺嘛 對不對 決定嘛 還有沒有 跳舞 我覺得很值得 很值得 還有呢 在搭公車那段時間 好像他朋友有忘 就是好像把他跟他想是在一起 都會擔心就是 他們可能等太久 就是 晚餐還沒吃 然後拉著他一起跑 對 好 還有沒有 他覺得他可能在跟他暗示 暗示要搭計程車 經過幾次他才警覺到 那個暗示是一個指示 兩個吧 兩個 三個 三個 對不對 你看 還有沒有 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樣東西 他豁出去了 對不對 是講哪一個故事 國標 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再回來 再慢慢歸納 他講的那個故事裡面 昨天這一天發生 如果講Evens 有幾個事件 大的事件 第一個事件是 國標 第二個事件是 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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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朋友 找朋友吧 兩個嘛 還有沒有第三個 因為找了朋友 等他朋友跟他朋友來 才牽托出那麼多事情嘛 因為國標有那些事件嘛 所以國標是一個大事件 然後找朋友是一個大事件 兩個大事件嘛 對不對 那下面就有很多小事件 那小事件 所以兩個大的抉擇 會影響他一天的狀況 對不對 會影響他甚至 好幾天的 好幾年的生活 有沒有 因為他決定要整 他已經很久沒有跳國標了 幾個月了 半年 半年 半年基本上 不跳就不跳了 顯然你 你是有國標影 上一個了 對不對 這個是這樣 各位 還有沒有別的 對他這個有沒有什麼描心 或者對他有什麼 有沒有 如果要比你講出一個 比你講出一個 我講我 對他剛才講的故事 你有沒有一些描寫 或者有一些 看法 對他 我的同事 最後還在那邊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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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沒有坐他 有 我們就跟他一起吃完 有幾個人 兩個人嗎 三個人 三個人 他載兩趟 載兩趟 騎摩托車 因為還滿靜 只是過一個橋 對 你想他是可以 太大公關 那一段不太熟 到大廉年這樣 對 所以你的生活去 出過去不在那裡很好 所以 還有沒有 我還要你問一問問題 你問他什麼問題 我只是問他問題 當然 當然 你就問他問題嘛 用你來問他嘛 所以 你 對你朋友都是很有心有意 就是他叫你做什麼事情你就回去 他難過的時候你就會去找找 對 他如果需要陪伴的話 我的情況可以的話 如果情況不可以呢 就是可能 就真的沒辦法 會講電話或是傳簡訊 好 男生如果你問一個問題 你的水泡還好嗎 破了 跑一跑然後回家看就破了 破也難 沒有 真的不破也難 好 你問他一個問題 你會不會想打你朋友 你怎麼跑步啊 也不會 因為他還在跑 不是他在那邊叫我跑 我說算了 我不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哈 他是有情有義 可是他的朋友對他的狀況沒有體認到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遺憾是 與其那樣千金難買早知道 為了追公車浪費了多少時間 半個小時吧 對呀 如果當初就打聽了主意 就坐計程車 水泡也不會破 又不浪費時間 不會在半夜大馬路狂奔 那是什麼 暗夜 暗夜什麼什麼人 所以你看怎麼樣 現在我們如果把現象學的部分 往下再延伸一點 就是要問問題 問問題也是要超越經驗之外的時候 我們要問的問題 比如說在描寫中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開始問感覺 對不對 我們開始做這個問題 你們每一個人可以問一問問題 剛才他講的故事裡面 你們要問那個感覺 會不會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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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試一試 你來 你試 當然你要問他一個問題 要問感覺 要問他的感覺 問他的感覺 你覺得你朋友對你夠體貼嗎 喔我在挑撥 對不起 可能那個當下會覺得 沒有夠體貼 因為 畢竟他發生那些事 對 就是前一天他發生的那個論文的事情 對 就是很難過 這是上禮拜六 對不對 對 上禮拜六的事情 就是他發生那個很難過的事情 所以他可能會一直 focus 他那個很難過 因為他的心情已經被那個事件佔滿了 對 他的心情被那個事件佔滿了 所以他已經無暇想到別的事情 所以他裡面想到的所有人都來要陪他這件事情 他會希望就是大家都患 好 還有沒有問題 來人家問一個問題 你問他一個問題 其實昨天有一個關鍵 他講的故事裡面 其實有三個關鍵的問題 是學家問題 我們聽到的 他如果要購朋友 他如果要處理他自己的事情 有三個問題你要問 來你們試看看 要不要問 我想問是說 為什麼會想回去跳國標 那你感覺怎麼樣 對於這件事情 有其實這我想了很久 可是其實就是 我也逃避了很久 就是我完全就想說要完全隔離 我連五鞋都拿去我朋友家放 我說我不想要看到任何 可是你常常去你朋友家嗎 沒有 然後 就是另外一個 就是大學同班同學 就放到朋友家 然後 就是 可是 然後上網也不敢找國標影片 因為以前都一直看什麼 國際選手 就哇好厲害喔 然後會找國標音樂 我連這個那個 iPad 因為國標那個 那個資料夾都不敢打開 可是 就是 就是 其實心裡有一直在想說 你是不是還是想跳 然後 其實你看到 你去教室看到別人在跳 你就覺得 如果是我 我那個動作 你就一台不經 那種想說 是我這個動作我可以怎麼做 然後如果是我 我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一直到 有那個機會就是 那個人打給我說 其實 你當下心裡就已經知道 你的答案是什麼 你想回去跳 可是 我就說 好我要考慮 可是我在考慮的是 因為這是一個突發狀況 那我要怎麼 就是安排我其他的生活 就是我要怎麼 就是配合 如果我要把時間 按給跳舞的話 其他事情怎麼辦 所以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再回去 已經半年了 風腳半年嘛 把腳瘋住半年 不跳舞嘛 對不對 那後來為什麼 那這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感覺 感覺是 你從來沒有忘記國標 所以這裡面有一些情緒 你對國標的情緒 不才會讓你決定說 你從此再也不跳 也就是說 這裡面給你的一些傷害 讓你 或者說 讓一些 一些感覺 讓你覺得 你不要再跳 對不對 這個東西 如果從現象的關鍵 那個方法 我就不談了 因為我遵合不了 可是如果是輔導的話 我就問 對不對 我就會問下去 那到底 因為你如果這關沒過 你後來如果碰到類似的情況 你也過不了 對不對 一樣的問題 所以第一問題 我們就先停在這裡 因為 我今天只做現象學 我還沒有做那個 存在主義的狀況 還沒有做 下學就做到存在主義 我就會問下去 好 第二個關鍵問題 還是你要問嗎 你要問嗎 心裡細的 你要問嗎 你聽到他故事 完整的故事了嗎 對不對 你要問嗎 沒有 你問看看嗎 不是關鍵沒有關係 他還知道不會有回答嗎 那阿姐 我想問一下 那個 因為你說 你那天其實蠻累的 那 你的朋友 你接到喝電話的時候 不是 你跟你朋友見面之後 你有跟他訴訟你的狀況嗎 有 就是他知道你這麼累 然後他就跑去找他 有 有 他說 你今天去上課 有啊 然後我就 大師跟他講一下 今天上課的情形 那他 聽到你的狀況之後 然後又看到你 這樣 情意相提 他做出什麼回應 他就說 他沒有對這個做回應 他就說 那你今天應該很累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我就說 主要我腳好痛喔 然後呢 話題又解除了 我其實心裡有一點失落 我想說 這個 這個 他的第二個問題是關鍵問題 就是 你那天的心情 其實你是不想去 有一點運真好 對不對 可是你說不出口 你只能描述那個狀況 但是你不敢有要求 你沒有要求 所以我不要去陪他 對 對 可是你想陪他 可是我其實 基本上想陪他 因為我覺得他需要陪伴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休息 所以你看 這關鍵問題在哪裡 就是當 他的需求 跟別人的需求 衝突的時候 他會選什麼 別人的需求 就是這種夠朋友啊 這種要交啊 對不對 他會忙死啊 他會忙死啊 可是有些人是 我的需求 跟別人的需求 說我優先的時候 那你就知道 這個人就 但又不能交朋友 對不對 他就不能交朋友 因為他比較先看的事情 那這個人是夠朋友啊 那就是代價 這叫做代價 對不對 第二個 就是說這個人是夠朋友的 一般來講 跳國標舞的人 或者做那種社團的人 比較是抗憾 對吧 比較是抗憾 什麼社團都不參加 什麼活動都不參加的人 他基本上 沒那麼抗憾 對不對 他比較不會相當 因為他考慮到自己 他才不要去付出那些 對不對 他既然願意參加一個社團 他就表示他願意去付出 這是不同的 好 第三個關鍵問題 不是他的問題 關鍵問題 我乾脆點出來 你們問 什麼問題 男朋友 男朋友的問題 所以你那個朋友 這麼樣的難過 去跟他的男朋友訴說的時候 他的男朋友那麼理性 他的懷疑 他的懷疑是什麼 他是 那個男生是不是 不夠喜歡他 不夠喜歡他 所以這裡面就牽涉到問題 理性的喜歡 跟情感性的喜歡 是不是兩個都要有 可是每一個都有 比例上的差距 對不對 比例上的差距 念哲學人 一般來講 都比較會理性 對不對 不是念哲學人 就比較感性 可是我看很多同學 念完哲學人 還是很衝動 對不對 還是很衝動 因為哲學對他 沒有什麼 沒有太多的影響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 所以 那你們認為呢 你認為呢 你對你女朋友 有沒有 當作他不在 當作他不在 不要講我 那件事好了 講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說 有的時候 有時候 男生講話 會講的比較理性 但是 女生會講說 唉唷 他是不愛我 其實 並沒有不愛他 只是 我覺得男生跟女生 表達方式不一樣 對方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樣 所以會 得到的感覺也會不一樣 現在我們的問題是 為什麼 會有人以為 男生跟女生 表達方式 多數人 我不是說說話 我不是說 講話的 給人的感覺 是 說話 可能是說同一句話 為什麼呢 說同一句話的時候 為什麼男生跟女生 給人的感覺 其實有 我覺得男生 他其實抓不到重點 哈哈哈哈 哈哈 因為他女生 罵性天下人生 沒有 因為他女生 不是打電話 就說 我現在 那些事情 他只是想跟他講 然後他男朋友說 你還有我 那關鍵又不是你 這是我啊 然後他男朋友說 你還有我在 這樣 我覺得 就是他焦點 根本抓不重點 是重點問題 所以各位可以發覺 聽得懂話好 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 聽得懂話裡面的感情 是第二個條件 第三個 你會 聽完話 你要回應 這是第三點 這三樣東西 都是要訓練的 對不對 都是要訓練的 如果你沒有訓練 你聽不懂人家的話 所以像我們做這種 我們就是在訓練 我們聽話 等等 如果我們沒有時間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練習 今天那個面試 下禮拜我們再做 後來我就要告訴你 怎麼樣做完戲 怎麼去做 因為現場學 引起這個治療方法 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我最近接觸的一些個案 就是 他覺得 他有很多的話想跟他太太說 可能他太太都聽不懂 我說這只有幾個理由 第一個是你講的話 根本就不清楚 你講不清楚 你要怎麼聽得懂 第二個你太太太笨 你聽不清楚 就是這兩個 可能還有第三個理由 我說你去做一個練習 因為你在公司裡面是當老闆 所以你就跟公司員工交代 比如說跟你 你是我員工 我交代一件事 我就跟你講一件事 然後我就問 你懂嗎 所有員工都會說 懂 好 那我下面做一件事 請你附述一遍 你到底懂 然後不准用我的語言 用你懂的話來講 這時候我就檢查了 檢視中間有什麼差距 就是我真的要表達的一件 跟他聽到的 我要的 我要求的 有沒有差距 這時候我就發現 為什麼我要求的時候 他沒辦法完全做到 這就是差距嘛 所以有時候我們去關心別人 我以為我的語言 很明確地表達我的關心 可是對方沒有感到 另外一個 我在向對方表達我的感受 那我希望對方能夠感受到我的感受 那我要用什麼方法去表達出 讓對方能夠感受到我的感受 散愛 變成關心 男生來講 就散愛而已嘛 就不知道那個問題的嚴重性 或者說他的痛苦 因為我們有時候 男女之間後來會慢慢會有什麼差距 就是因為 當女生向男生撒嬌的時候 女生想就是撒嬌嘛 所以沒事兒 對不對 再舉個例子來講 有些女生 只是要向男生表達她的心情 男生卻以為 這是一個問題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發覺 然後男生就急於幫你解決問題 就是忘了感受 有沒有 當忘了感受的時候 你就氣得半死 我根本就不想你解決問題 因為我自己會解決 但是你找聽我的感受就好 那部分的就是 男生要什麼態度 來聽那個感受 有沒有 聽那個感受 這是要訓練的 那我們杜白男生是不會嘛 大門女生會嗎 也不見得會啊 那就去抱怨 那這裡面的抱怨 因為抱怨 就引起了爭執 因為引起了爭執 就引起了不和嘛 那就 那心裡就想說 怎麼這麼情緒化 其實他哪有情緒化 他只要找一個訴說的對象而已 那他就把你當成為 他選中你當其他的聽眾 那是你的隆寵啊 有人連講都不愛講嘛 對不對 看你 你會看到嗎 來來來來 我來給你講 不會嘛 他就是信任你嘛 他才會做這個事情嘛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今天看到 所以下禮拜我可以再做另外一個 好嗎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啊